哈喽大家好啊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美股富豪啊 今天呢 还是我跟布兰老师 我们两个人呢 做这期节目啊 呃 那么刚才呢 这个就直接就入戏了啊 这个 当然这个进入角色太快了 布兰老师呢 有点不睡啊 这个布兰老师中午吃饭 不小心弄衣服上一点东西 说你看我没注意 我说没事 男人哪能保证啊 哈哈哈哈 很正常 很正常 那个 呃 咱们这个开完这个玩笑哈 在此呢 呃 这个今天啊 在直播 直播当中 VIP直播当中啊 我也说了 在此啊 在此的感谢啊 所有看YouTube啊 然后呢 替我呃 咱们就说看不公也好哈 这个 这个 八道相助的朋友啊 呃 尤其是啊 在当中呢 呃 有一些我们的这个 呃 女女的女士 或者是女孩啊 呃 或者是女人 反正是呃 这个女性啊 这个 呃 这个 能够站站出来说啊 呃 反而呢 这个疯狗呢 这个 这今天我确确实实稍微的 你看他跟我这间那种隔红啊 这些那些就当个笑料 放在这个美股富豪 或者说这个直播当中呢 呃 就一说啊 这个 这个 看看 让大家看看 有这么一种生存方式 但是呢 这个 今天呢 早上 我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确确实实 我就说啊 当我直播的时候 VIP直播的时候 第一件事 就是把这件事说啊 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件事说 并不是说我 针对于我之间动气这么长时间了哈 这个一说一笑就过去了 呃 我呢 就是说 有本事啊 拿着枪跟IS干去啊 没本事 别在这儿 马路边上欺负一个弱女子 啊 不要这样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 有点不难忍了 有点不难忍了 呃 这个 再说句狠点的话 有点畜生 啊 有点畜生 呃 这个 你妈没教过你吗 啊 对不对 你跟你妈也这么说话 所以呢 呃 在此呢 咱们这节目有点北朝鲜的味道啊 这个 不拿大炮轰你呢 就不错 啊 还是那句话 呃 都是人啊 有本事呢 呃 这个 还是那句话 把你这 比较漂亮的交戈单亮着啊 在中文投资网谈 咱们就谈 谁更能够赚钱啊 说别的没有用啊 说别的没有用 更何况还对待着一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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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同女同志啊 我觉得这样 这点的话呢 很不合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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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连拿眼角夹你都懒得夹啊 这个 这一点的话 我今天确确实实有点生气啊 确实实 我想任何一个稍微有一点 这个 正义感的同志 不管男女老少啊 都会呢 鄙视你啊 都会鄙视你 我估计呢 你的家人如果知道的话呢 也会把你拴点树上啊 这个 省得你去祸害这些 啊 这个 亲朋好友 乡里相亲的啊 呃 这个 呃 自律一下 自律一下 没有关系啊 有事冲我来啊 有事冲我来 这个 这些 女同志可以站在我身后啊 没事 没关系 呃 在此呢 我还是郑重提醒你啊 跟我 说什么都可以 我这人没有底线啊 没有底线 我跟你一样 我比你还无啊 呃 底线我这儿是没有啊 上线我这儿也没有啊 上线我这儿也没有啊 但是啊 在这个 欺负弱女子这件事上 我奉劝你一句啊 奉劝你一句 呃 你要是 呃 说白了 家里他就你一个啊 家里没别人 尚无父母 下无子女 也没有亲朋好友 也没有这个 媳妇啊 没关系啊 尽情的作啊 尽情的作 尽情的作 但非啊 有个亲朋好友 有个家里的 有个有个根 有个印 多多少少的给家人积点得啊 积点得 嗯 这个 嗯 这话呢 可能你听着扎耳朵啊 但是呢 对于你来说呢 确确实实是是有益的啊 确实实是有益的 行了 今天的话题呢 比较纯重啊 呃 下面的话呢 咱们烧上三处箱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一算老师 这个你这个现在有一点是在嗯 就是保护自己粉丝的意思 也不是 我还是 我这样 这样不然老师啊 我 我很公平的说 因为咱们VIP会员天天就做直播嘛 呃 我知道有一些会员呢 喜欢我这风格啊 嘻哈哈的啊 然后呢 呃 该说赚钱就说赚钱了 赔钱就说赔钱了啊 一码是一码 有喜欢的有不喜欢啊 这都没关系啊 这都没关系啊 这都没关系 但是呢 大家呢 还都是从投资赚钱的角度去说这事啊 这都无所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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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 但是 这个 这路人的话呢 你说啊 不管是怎么着 就是一通 就是一通 在这儿还是你就好 咱们说赚钱 有本事啊 晾 晾单子 说赚钱的事 没本事 别没事 好家伙的 抢小孩拨拨 踢老头拐棍 然后看什么寡妇 没事了 上人家上人家门口 这么这 那个 没有用 这是男的吧 对 那是狗屎嘛 就这种事就是 还是那个问题就是 就我也是刚知道 因为 Jason 老师也是个音乐人 这个媒体嘛 是一个公众平台 你在底下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言论 你现在打开汪峰的这个歌曲底下 全是骂他的 保证全是骂他的 那如果你在许位的底下的话 你也许会看到其他的这个摇滚歌手的粉丝过来攻击这个摇滚歌手 对这个摇滚歌手的粉丝去攻击那个摇滚歌手 这个也牵扯到一个粉丝的问题 那其实我替Jason 老师说一句 Jason 老师的这个技术含量 其实真的是非常高 在VIP里面的话 大家有目共睹 然后呢 我也是 我们这个技术分析 我们也确实都能学到知识 我相信VIP的很多朋友听过讲课之后 听过这个都是会有所得的 那分析师这个职责有点就是有点复利不讨好的意思 我们就是要出来给大家去预测明天 预测未来的这个走势 难免有对有错 对 反正呢 就是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讲出来 就是比较勇敢的讲出来 就是对了 大家一起去赚 错了的话 那知道为什么错 我们讲出来的这个预判也是有理由的嘛 不是说随便讲的 那好 那既然看错的话 那我们回忆一下当初的理由是什么 找一找原因一起兼顾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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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个人做股票这么多年呢 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想改正错误 第一点 首要的一点是你在公众面前要承认错误 你不能说的 呦 我这个我这错了 我会找一万个理由去证明我这个错误 这样的话呢 你距离改正的这个这一步恐怕遥遥无期 首先来说 先承认我在这个这个位置上看错误 尤其是面对所有的人 这种你说我自己心里头承认错误 我还 那说明你还是垫着要你的张脸 你如果有这种一丝的这种私心的话 你想进步就有难度 就有难度 技术谈不上好 谈不上好 那个我还是学生 就是我们还是大家就是看完视频以后合理交流 这样别人身攻击 这样不好 还是别人身攻击 攻击我没事 随便 都不攻击 都不要 放心 这个人是说不死的 人是说不死的 尤其是像我这样滚刀肉的 这个混过的人 这个说不死 就是你别回来好家伙的 拿人大棍小媳妇的 随便的这这那个我觉得没意思 干嘛呀 对不对 你看看在社会上混的这些人 有没有跟女的 跟老婆 跟小孩玩命的 对不对 没有 是不是 那说白了 看那情况 你也不是混的 你也不是混的 你哪条道都不是 是不是 没意思 不提了 今天的话 话题呢 前面这个10分钟啊 咱们就总算熬过来了 哈哈哈 今天的题目就是前10分钟 别看了 直接从11分钟开始 哈哈哈 下面呢 剪这个让福尔老师呢 用简短的一分钟 介绍一下盘面 哈哈哈 今天呢 三大 那指数 都是一个冲高的过程 早天 早晨是平开低走 然后后来盘中的时候吧 盘前开了一会儿 就开始直线的往上冲 那纳斯达克继续领涨 然后涨了0.6% 包普0.35% 道琼斯涨了0.32% 道琼斯涨了0.32% 道琼斯属于后继勃发 后来涨得不错 但是呢 标普和纳指今天全是创下了一个历史的高点 再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点 道琼斯今天也创了吧 哦 对对 道琼斯创了 对 都创了 我老把这个2万点当成一个高点 我们看一下 道指对 道指今天1999.63 要是能说在99.99就好了 哈哈哈 今天道指呢 我们我还在VIP里说 道指今天看2万 结果哎呦 太累了 太累了 这一波的一个小下跌呀 我还没 我还有具体时间 我没有看对 我没有对上 大约 要是在这个枪击事件的这块 大约是在枪击事件 但是呢 没有让市场有一个暴跌的一个过程 确实有一点点的影响 但是整体上没有什么影响 道指今天大家看12345 基本上5到6次的时间上攻2万点 然后呢 力度不够 又跌下来了 呃 尾盘的时候有一点点的一个向下挫的状态 呃 标普是一个破位的走势 呃 标普嗯 期待已久 终于向上破位了 呃 这个 对 向上破位 呃 既然是都这个样了 我还是觉得市场倾向于上涨 那倾向于上涨 我们下周继续看向上的一个走势 但是呢 我下周的预测是看跌 嗯 我下周预测是前两天冲吧 冲完之后就下去了 嗯 我现在其实现在市场要怎么走 我有点不太清楚 我我也倾向于冲高回落 呃 但是呢 回落的幅度呢 我觉得叫今天的收盘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高的幅度 就说不会这个直接就大阴线打下去 我觉得时间上可能稍微的早一点 因为如果我们单看市场 我们不说别的单看技术分析的话 那这就是一个突破性的走势 就是要继续买涨 嗯 可是市场它是有情绪的嗯 我们要考虑一些进 一些情绪进来 包括川普的一个上台 两万点一个心理关口 嗯 到了两万点以后大家觉得啊 都突破了 都进来买 好多散户冲进来 那这个市场可能就疯狂到头了 嗯 所以我也加了一点 心理在这个地方 那我就不操作了 就是少操作一点 方向没有定的时候呢 我的操作经常少一点 刚开始 刚开年嘛 过了一段时间 川普上台以后再说 然后走一走方向 我的一个预判 呃 一个想法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打开这个图形看一下 VIX指数 你看历史新低了吧 马上就到历史基点了 嗯 这个还弄不出来呢 放一个三年的周线 嗯 三年周线 还有点不够 嗯 再远点 旁边那个 对 20年的日线 那这样子我们一看 最低点位 最低点 9块 我觉得是记不清了 这没显示出来 9块三毛级吧 最低点的这个价格 这个可以去掉 9块三毛级的价格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2007年 嗯 正好是金融危机爆发前市场走在最高点的地方 对 好 然后我是很期待在9块三毛级这个地方呢 会有一个反弹 也许不到9块三毛级前期的地点 就已经出现反弹了呢 正好这个结果眼上是川普上台的时间 是道指破了2万点 是历史新高 情绪高昂的时候 那市场我感觉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修正 目前来说不能说是十年一轮系循环嘛 8七 9七 0七 大家都觉得17年会有一个金融海啸 现在来说没有任何金融海啸的金融风暴的一个征兆 我只能把它当做一个回调 我看的还是一个回调的状态 然后再继续上涨 对 调整 因为金融风暴总需要有一个契机才能爆发 那说刺激债 或者再往前的那个格林斯帕那时候的加息等等等等的一个一个 现在没有这个东西 而且熊市呢 真正的熊市到来的时候 通常是一到两年的时间 一到两年的时间 那没必要非得做空在山顶上 从中间一过半年的时候再空一点 一点都过完 因为08年的时候 贝尔斯登和雷曼的倒闭 宣告了整个的这个刺激债的这个熊市 大规模的一个开始 我们倒一两个银行的时候再说个几年 看看谁能倒 我估计的话 我瞎猜啊 这个有点猜 就是得盈的一个倒闭 被国家接受 我感觉今年也许会这个样子 包括欧洲方面 意大利银行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成为此次的一个爆发的一个中心点位 导火索 对 我们到时候到时候再看吧 现在正在说是这个政府的救啊 200亿啊 50个亿啊 不断拿钱救 看看能不能救回来 救不回来的话 也许就是一个导火索 VX我是基于它将处在历史的一个低点 做了这样一个判断 反正走着看吧 走着看 然后我们说了半仙市场 今天有一只股票 必须要说 好像C打头的时候 必须要说 不行了 这个股票 我们来看看 今天你说这个股票 今天我们有一个VIP的朋友 我估计是我们的客服人员给他打电话 说呢 我们这公司啊 有一些这个原始股 然后呢 你需要不需要 你想不想做自己投资 想做自己投资的话呢 是如何如何 怎么样 然后这朋友呢 可能就是误以为是一个诈骗电话 诈骗电话 我看他写了 他好像怕诈骗的 那么那么个意思吧 然后呢 误以为是这个 结果后来呢 确定是中文投资网的客服人员给打的 可能 那么我就具体的这个时间点啊什么的 都不知道了 结果呢 今天呢 这个公司的股票起来了 把所有的压力啊 一块零八分 什么这个压力全都拿下了啊 结果拿下以后呢 这个朋友呢 这个时候就就说的 那叫什么 特别着急 急 半分火急 然后啊 然后那个在线等 老顺当回事 老顺当回事 赶紧给客户打电话 让客户给我考应一下 然后呢 我在在线等那种感觉 是吧 然后咱们就说呢 我们公司呢 可能业务范围呢 有所扩展啊 这个昨天呢 有一些这个文章啊 出炉 那么业务范围有些扩展 那么可能呢 有一些这个二级市场的这些人呢 认为我们公司呢 可能将来的某个时段会发展的不错 所以呢 这个股票啊 有所异动 这朋友呢 也是 所以呢 在此也是告诉我们这个VIP的朋友 我们呢 包括自己的公司 还有这些啊 客户的这些公司 嗯 咱们很实在的说哈 嗯 这个有 有好有坏啊 那么好和坏是拿时间区分的 我们公司股票可能沉寂了很长时间 那大伙买完之后说 哎呀 这股票行吗 也不动啊 如何如何 怎么怎么样 你放心 任何一个公司的这个老总都希望自己公司越干越火 都会往这个方向上去努力 去努力 所以呢 在此也是这个我们公司的股票也是今天也放量啊 可圈可点 那么博尔老师 你们一分钟早用完了 咱天天分析别人的股票 我们公司自己公司的股票 这个是最熟悉了 是啊 但是呢 我们可大家注意啊 我们可不敢分析 对咱不能分析 对 一分析呢 你你是公司员工 对 你是又有主观色彩 你是不是又你们地位都买了股票 让我们在高位接 好多好多种说法呢 你知道吗 这些图我们能把我淹死 我们家正好去游泳吃 我估计 别把得累死啊 这个呢 我们是不能乱分析的 对 而且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不能乱买 对 我们要乱买的话呢 你这个 我们回家早飞上去了 然后也得申报啊 主要是容易被查 对 你们怎么买的这么巧 这个肯定是不能不敢乱买的 对 所以呢 咱话就到此 我觉得啊 作为咱们作为这公司员工呢 就是话到此 就是说 我们希望我们公司 我们每个人都努力 业务呢 也这个扩展 进行一些扩展 那么那个我们都希望公司呢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所以呢 这个 这也是我们努力的结果吧 咱们不说明天怎么样 别误导这些观众啊 咱们不说明天怎么怎么样 只是说呢 我们再努力啊 我们每一个分析师 每一个员工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老板啊 是最努力的一个啊 最努力的 所以 只是说我们努力的效果吧 对 大家呢 也可以就是关注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 看一看到底是为什么这个股价能起来 然后呢 接下来还会不错 我们再看看这个黄金 黄金 挺好 昨天我们说过黄金 天天天服 啊 昨天我们说过黄金 这个点位呢 是一个棒量的上涨 呃 好多VIP里头 我是呃 对 我想在这地方说一点 昨天我把NUGT卖掉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卖掉了 还还可以啊 非常可以 然后 昨天 昨天我昨天我 我做什么节目说 我已经说过了 啊 还是说今天做VIP 我忘了 我说这个 昨天这个在高位呃 四毛五左右啊 这个 把股仓就平掉 还有仓平掉 我说非常好 然后 嗯 哦 对 可能是今天只好有朋友买一个Dust 对 我就是想说这个事呢 嗯 昨天呢 有朋友看我把NUGT卖掉了 可能以为觉得NUGT不行了 要不要买 嗯 反正说我把DUST买了 今天确实是赚钱了 确实是大赚了 对 但是大家要注意 我卖掉NUGT的主要原因 这 这个都算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赌今天的非能数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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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赌今天的非能数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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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赌今天的非能数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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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 最主要原因不 卖掉NUGT后不适合立刻开仓 DUST 对 对 今天这是赚钱了 就是算运气好 那没赚钱的话怎么办 对 因为因为非能它很具备不确定性 完全不是我们可以去预测的 对 对 所以呢 这位朋友对我也是非常的信任啊 卖了以后觉得 这个话咱们虽然说今天Dust涨了 对 虽然说Dust涨了 就是说在黄金反弹的这条路上 反弹的这条路上 如果你赌 你也得赌NUGT 对 就是说今天NUGT Dust涨了 跌了 跌了 跌完之后呢 那明天黄金继续反弹的话 NUGT可能借势洗盘 明天继续拉起来 但是如果说这个黄金今天数据不错 对黄金有利 黄金持续再拉升的话 那你这个Dust的话就不知道什么时间翻身 对 所以我也是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但是呢也不代表一直在那个地方 到你这都是信任 你怎么什么时候抛NUGT我就没想到 我以为它有仓位召集出手 我就没想到 我以为它有仓位召集出手 我就没想到 它是要卖了NUGT再买Dust 挺吓人的 真挺吓人的 大家这个下单的时候 千万注意一点 对 所以今天一直在问我Dust怎么办 我说你赶紧建好就收 你要就算是你不想卖的话 你也要大幅减仓 对 平常我都减仓一半 我今天说的是大幅减仓 大幅 因为在黄金反弹的这条路上回调太正常了 没有滞涨不跌的股票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反弹康下来 触底反弹的一个走势 这块的这个支撑很有效 对 那么它现在已经反弹起来了 好 无论接下来怎么样 你是上涨的话 靠稍微反弹一下 再上涨 我们重新买回NUGT 或者到这个地方破位 那么我们再换回Dust 怎么样都行 现在的这个过程 在上涨过程中出现回调 那我们能赚的话 就这已经很神了 对 这个珍惜吧 就是赶紧点获利了结一下 那就怕明天一个高开 那就利润就全都飞了 那再回到NUGT上呢 今天 其实我们前两天其实也在说 这个股票能涨这么狠 它就能跌这么狠 对 现在跌下来了 我本来我想的话 如果到8天线或者20天线都可以 适当的比较适合重新再回去 踩一波 止损比较好设置 那个反正看下周有没有机会吧 现在这个点位还不太适合进入 但是整体的这个方向性 我觉得应该是向上了 我觉得方向性应该向上 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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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位的话 可能就在12个年上升 川普的一个上台 那可能会导致曾经的承诺 稍微打一些折扣 对 那美元出现一个回落 美元已经是破为走势了 美元在高位横盘之后出现回落 一旦美元出现回落的话 在配上我们之前说的VX指数 如果倒置2万点 可能市场会急剧一个恐慌性而出现下跌 那这个时候黄金会借着这个进 然后反弹上来 对 这个很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所以我们这一波 我们大家注意一下就行 我想给黄金 基森老师今天用不用菲伯纳器画一下黄金 如果用菲伯纳器是什么东西 我们不知道 你说的是英文吗 不是 不是英文啊 别装了 太多装了 你如果用菲伯纳器画的话 你会从哪个高点来选择 我从制高点选择 制高点 那就是1377 对 这个黄边这个位置 黄边这个地方 对 这样 第一个回调点位到了 对 所以大家你说菲伯纳器准不准 其实还真挺准 有的时候 你这个菲伯纳器要结合着这个压力 压力和走力 这个双向结合起来看的话 准确度更高 这一波下来的话 正好是回调到了23.6这个地方 其实也几乎就是前期阻力5000均线 我们用菲伯纳器 基本上好像是看中间这三个比较多 38.25 是61.8 那我们可以给一个预期的黄金回调点位 几乎在1220附近 1220附近 所以我们到时候先给一个预期吧 看看黄金能不能顺着这样往上走 对 我估计直接上去的可能性 那不可能 我个人感觉太大了 跨度太大了 对 很难 很难 我觉得在震荡上行会 就像这两天走的这种行情 大阳线旁边配音线 然后再拉大阳线再配音线 我觉得这种震荡上行的节奏可能会好一点 会好一点 行 再没有什么了 另外呢 今天我也是看到一条新闻 我早前在VIP直播的时候 我说过 乐视电视出了一款电动汽车 法拉第 法拉第 然后呢 各项参数完爆特斯拉 其实乐视它出不出电视 与我们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而且那辆车的定价 我看了两个 一个网站上写10到12万 一个网站写15万到20万 美金 很贵 我肯定不能买这个电动车 特斯拉我也不能买 但是呢 如果这个车是真事的话 因为引起我注意的是 它说发布36个小时之内 接受了6000还是6万的订单 反正现金收入预计是3万 3.5亿 我不信 我不信 我觉得也是 如果是的话 这个对特斯拉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对 那特斯拉本身就是一个电动牌的一个王者 现在它这个车出来以后 各项参数都比特斯拉好 百公里加速 巡航能力 电池充电速度 全都比特斯拉好 这个是特斯拉需要面对的问题 但是我估计以乐视的口碑来说 基本上是 我觉得数据是假的 咱们说数据假 就像特斯拉好多朋友在这个盘中也经常的说 跌破没跌破 会不会怎么怎么样 如何如何的 我其实一直的观点 我就说这个趋势性走势的很难了 趋势性走势 当然我说趋势性走势是说15年的周线上去看这图形 你说从180块钱涨到220块钱 40块钱算不算趋势 肯定算趋势 但是呢 你说从这个行业的角度上来说 你说福特会怎么样 特斯拉会怎么样 就像手机一样 你说电动汽车很牛 苹果说手机还很牛 是不是 但是现在苹果也不行 苹果也不行 也是个高位震荡 所以说呢 对于特斯拉来说呢 这个他为什么完美去准备做火箭 在行业竞争可能会比较小一些 特斯拉我昨天 特斯拉这一根大阳线 是因为它第四季度的一个出货量的一个报道 这一天呢 这个出货量呢 它不及预期 没有像预期一样说按时交付那么多说 但是订单量呢 确实创下了一个新的一个高点 所以股票大起了 我还预计 原来预计它能回落呢 下周我们不是分析是预测吗 我预测的是看空特斯拉 太好了 正合我意 我这个都属于弃权的 因为下周看这个大盘回落 UVXY被人抢走了 被朱蒂抢走了 那好吧 我不要了 放弃权了 是 我下周猜的是什么 我下周猜的是那个AMD AMD的那个 但问题是我只能猜股票 我要弄猜期权的话 我估计淘汰一个AMD就解决了 我可以猜俩 猜一个AMD的call 猜一个AMD的pulse 这个行啊 咱们就是还是那句话 你如果说想进了这个市场 就像进赌场 你说我当上娱乐 今天我就100块 然后赌场还提供我什么一个住宿 饮料 什么游泳 那我就当100块钱动作价 那行 你这种心态进来没关系 挺好 赢点收点都不错 你说我拿着100块 我进赌场 我每次都奥硬 然后呢 今天拿个100万走 这个我估计你干脆就拿着枪进去 这样更简单一些 所以呢 这个投资啊 是一个一辈子的事 一辈子的事 今天还有一朋友说 我是他的这个福星 投一次 就这个朋友买了大死他 就是他买的大死他 对 就他买的大死他 可吓坏了给我 反正我一再 我至少说了两遍 我说大死 这个拿着8000均线跟着 高位就走了 高位就走了 这个这个我不知道这朋友走没走 走了 走 那就成了 他然后又问我一个股票 然后我跟他说 说了说 嗯 福星呢 我确确实是听 第一次这么听 心里的原话 心里的很安慰啊 这个 但是呢 不能骄傲 不能骄傲 投资之路 绝对不能骄傲 只要稍微有一丝的 心里的意思 有一种波动 马上就会体现到你的 这个资金账户的体系 马上就会体现 非常的简 对 其实昨天跑掉NUGT以后呢 我特别轻松的 因为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 对 就是面对诱惑的时候 对 我能控制住 我昨天晚上 其实我挺 我又骄傲了 这是 这是 不是说赚钱不赚钱的问题 对对对 就是面对非浓赌博的时候 呃 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这一点 慢慢慢慢的做 这是男人 嗯 做怀不乱 这是男人 真的 你像我肯定不行 我还没做呢 我就乱了 哈哈哈 其实你看 我特别爱开玩笑 无所谓的 口无遮拦 说什么都行 对吧 不管男女老少 只要喜欢开玩笑的 都可以 但是你说 跨越了这个界限 就有点没意思 是不是 我是这么想 没关系 我希望这位朋友呢 能成为我们的这个会员 然后呢 我呢 跟这个VIP会员也说了 我会呃 单兵教练 单兵教练 我会给他推荐一个呃 这个 UVXY的call 呃 长期持有 然后把房子压到银行 然后呢 这个买这个UVXY的call 长期持有 你应该心胸开广 感化他 我这就是感化他 他只有碰了臂之后才能感化 他不碰臂 不掉膏里的话 他感化不了 你明白吗 他没有人生的触动 你想想 他自己家人这些 啊 让他积点得这些 这点事 他都触动不了 还有能什么事能触动的 你想想 如果有人说 哎 你妈妈怎么样 你爸爸怎么样 会触动你 对吧 你媳妇如何如何会触动 你更不要更别提 你将来有小小孩 肯定会触动你 对不对 你会勃然大怒 对吧 这个那叫什么 中国那句老话 杀父夺妻之恨 是吧 如何如何的 对这肯定会触动你 但是他已经没有底线了 是他不考虑 对吧 上官司阴那儿拜一拜 是吧 给我的自己家人留一条后路 他不考虑这些东西 是吧 所以说呢 这种人只能说让他碰壁 啊 如果能碰明本 那这一辈子 哪怕 这个 那叫什么 朝闻到夕死 啊 可以啊 可以 如果说 撞完之后 就躺下了 也可以 所以呢 在此啊 希望这位朋友啊 算了吧 放过别人同事 就等于放过了自己 你放过我吧 哈哈哈哈 行 博尔老师 还有什么补充的 没有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今天的节目呢 就叫前十分钟别看 后五分钟别听 咱们下周再见 拜拜 唯一 咱咱们下周 trz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